好,各位群友,大家早上好 美东时间应该是晚上了,晚上好 咱们美国的华人同胞晚上好 中国的天朝的苦难同胞,大家早上好 本来跟张先生沟通的是说 我准备是今天晚上讲 然后张先生说美东时间就是星期天的上午 然后我知道在美国星期天的上午是有很重要的活动 所以说我希望一鼓作气的把这个事就了了 因为太拖沓,也不是我个人的风格 所以我就今天上午就紧赶慢赶的安顿了一番 然后我就说干脆趁着今天上午就把它给讲了 好,昨天咱们是讲了这个汪精卫发表了这个艳电 如果这个事情呢,只发展到艳电这个地方了 想必今天这个汪精卫可能都已经被平反了 组合在中国啊,虽然算是汉奸 但也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 从主持这个卖国的外交到出走重进啊 最终再成立这个伪政府 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话来概括 呃,在1935年的时候 陈公博对汪精卫曾经说过 他说现在很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 但是这个我今天就承认秦桧也是好人吧 但秦桧是牺牲了 然而无补于南宋之王 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 但是卖国还应该有代价 像今天的秦氏 是吧 这个这个 然无这个其实其物啊 不止于卖国 简直是宋国罢了 我想宋国也不必你汪精卫宋吧 这个汪精卫呢 回应到说这个公博呀 你的话呢是为汪精卫说的 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 人家宋国呢是没有限度的 我汪精卫宋国是有限度的 公博你看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你也快五十了 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 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 连你从成功博也看不见 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 以为将来复兴地步 多一分是一分 这是我和你的责任 因此啊 不都我要干 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话有一点说的很准 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 而不是卖国 因为他本人确实没有从中捞了任何好处 反而还付出了大量的牺牲 其实汪精卫大可以坐在原地 啥也不干 是吧 假定以后中国归国民党 他不是一把手 也是二把手 假如以后这个中国归了CCP 只要他肯适当的三只几两耳光 还能混个政协副主席 假如中国归了日本 到时候汪精卫再投日也不迟 所以在乱世之中啊 像汪精卫这种生命显赫 人人敬仰的英雄 他完全可以随波逐流 见风使舵 何必总是硬扛 甚至可能连送国都谈不上 因为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 日军对物资啊 是想拉就拉 对人是想杀就杀 何须汪精卫来送 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 所以汪精卫他赤手空拳跑了沦陷区 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 增回一点利益 中国还有什么东西 他可以供他送出去 但是这个宋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 汪精卫他心里其实也没底 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因为他唯一的政治资本 就是他一点名声了 而且现在啊 这个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 而是一个彻底的负资本 对日本人来说 根本没什么利用价值 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 汪精卫呢 则是打算躺在阴沟里跟人玩命的主 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死 日本人也没什么把握 最可笑的是呢 当时这个沦陷区啊 早就被各个汉奸 大汉奸就分完了 根本没有汪精卫落脚之地 而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私事大开口 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以外的所有地区 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 你汪精卫的要求 根本就是有备于日方的战略利益 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 但也不知道汪精卫他这个 他这个运气啊 到底是是是是这个好还是坏 所以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地皮以后啊 这个这个 阿布信 阿布信行上台 积极地支持了汪精卫的计划 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 又被军部给干翻了 但是汪精卫的政权却神奇地留下来了 所以在1940年的时候 汪精卫正式还读南京 生的还是青天白日旗 当时关于这个旗子的问题 也发生了不少的争执 这个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 日本人不同意 毕竟跟青天白日打了这么多年仗 你要说在日本的大本营刮这个旗 日本兵心里也受不了 所以在这个唇枪舌战之后啊 日本方面呢 还是占了点理 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 你到底竖 你到处竖着跟这个国民政府一样的旗子 我们军队分不清 打错人了怎么办 所以汪精卫方面一想还这还真是个问题 最后呢也只能做了点妥协 在这个青天白日上面加了黄色的一个三角旗子 上面写了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 以示区别 所以当时在这个沦陷区里面挂的是那个北洋政府的五色旗 时隔多年呢 人们又重新看见了青天白日 照理来说心情应该舒坦一点 但是那个不伦不类的那个那个黄色三角旗又分外眨眼 让人欢喜不起来 那边的日本兵呢 也更是路不可遏 直接奋起暴行 暴动 被这个军部呢给强行镇压了 所以这个现象似乎已经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 所以汪精卫还在这个环都仪式上发表演说 语气低沉 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 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 没有发扬出把上市当喜事办的精神 所以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他汉奸的地盘和生这个青天白日期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要求 就是绝不能与国军交战 所以当时汪精卫这个政权啊 成立之初 他就对这个大日间全养义之子全养剑说道 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 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意 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 势必会引起内战 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 这是绝对要避免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新政府 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 这一点与所谓的反抢运动有本质区别 他还说 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 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 而别无他意 因此只要实现和平 今后中国政权有谁掌握不是问题 因此将来重庆政府躺能加入我的运动 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 为此我会立即辞职 现在我事先清楚的表明自己内心的想法 所以汉奸汪精卫的这个说法啊 让其他的日间呢感动不已 在回忆录当中都对汪的这个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 做出了极高的评价 乃至于后来这个这个百元曾四郎 呃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 呃汪精卫精出口威胁 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 打日本军 所以当时这个日本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和装备是极差的 但伪军到底人多是众 真正后方闹起来 就算不成气候也够这个小日本喝一壶 所以这个汪精卫这个这个他这番话 让这个百元曾四郎碰了一鼻子一鼻子灰 日后也再没有提这个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呢 对这个ccp所谓的抗日游击队 汪从不手软 说起来也搞笑 这个汪精卫在ccp眼里面是汉奸 而汪对于ccp的评价 虽然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 意思也差不多了 当时蒋介石是偷偷摸摸的这个搞和谈 汪精卫是正大光明的搞和谈 两边最后都没合成 反倒是ccp 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 你是疯儿我是杀 残残绵绵到天涯 所以据这个陈公博八年的回忆这本书记载 新士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 陈毅当时富商竟然是由日本宪兵直接护送到上海疗伤 共产党的代表公然在这个昌州饭店里面 汪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 日本人还提前通知这个新士军和八路军 导致无功而返 这个日本大使馆书记管持田泽完全成了ccp的说客 其还发表过这个ccp并不坏 其政治叫重庆和南京更为进步这样的言论 而这个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 被国民党收押时候写下的这些内容 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趋义赢和蒋介石换取亲派 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这个国民政府判处了死刑 而且呢他这个这个这个不但放弃了上诉啊 还请求尽快执行 之所以要写这个容辩书并非是为了轻判 只是为了还后人以真实的这个这个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陈公博对ccp这个成见非常深 临死前还要泼一把脏水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这个就对于ccp抗日的问题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暂时就先不聊 总之呢这个汪精卫视ccp就是洪水猛兽 这个咱们前面说过了 甚至在那个小黄旗上都要加一个反共 所以他的这个心智是可见一斑 这对蒋介石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是难免要投降 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 反而还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 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移交给了汪政府 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 比如说这个方先爵被日军俘虏之后啊 也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逃回重庆 所以谈到这个地方啊 我就感觉这个把我国抗战时期一组奇怪的现象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日军基本上都是国民党打 伪军基本上都是ccp打 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 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 乃至后来日本投降 蒋介石顺利的收复沦陷区 一些未被收复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 按陈公伯所说 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扰 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 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大会上 ccp也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 除了要削弱这个国民党这边的实力 也跟蒋介石 也确实也跟这个汪精卫有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平心而论 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 作为一个汉奸而言 已经就很不容易了 除此以外呢 这个汪政权还收回了很多租借 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 这个民生上沦陷区 可能也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 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 确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降低了抗战胜利后 讲统一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 对日军呢 也是尽力的撤走 物资能不给就不给 人呢 是一个也没让日本人抽到太平洋战场 日方甚至说啊 重庆是武力抗战 你们是和平抗战 到了抗战末期啊 双方颇有这个剑拔弩张之势 所以说咱们如果继续这么聊下去呢 可能就变成了这个汪精卫周富海 陈公伯等人发挥聪明才智 以全权报国之心和愚存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 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 把沦陷区完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 那么这么聊下去就变成了红色电影 小兵张嘎的演法 汪精卫对日本的斗争倒是不假 但充其量也只能说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 他只卖了五十分 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 或者说送出去了 对于汪乙派的人来说呢 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 在日本人屋檐下 想诸事美好团圆满的结局 是断然不可能的 所以周富海曾经有一个说法 说二战假如盟国胜 则蒋介石胜 假如轴心国胜 则汪精卫胜 不管谁胜 最终的胜利都是属于中国 中国呢将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组合派和蒋介石呢 就是唱双簧 早些呢 这个我也觉得这几这几句话呢 还有几分道理 现在想想呢 也也就是儿戏之言 汪精卫出到上海的时候 对和平救国的理念 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几番想要令主政府 很大程度上呢 也是为了获取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 按他自己的想法呢 说中国虽然惨败 但日本甚至也是痛苦 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的 这个时候再不和谈 还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每次跟这个日本政府交涉啊 也确实多少人谈点东西出来 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 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 单独搞了个新亚院出来 把外交工作也包办了 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都没留下 当时日方和这个汪精卫一派签订了中日基本条约 这个条约可以说完完全全超越了汪的底线 接近于王国 汪几番交涉而不得 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这个这个案板上的鱼肉 为了把这个沦陷去啊 勉强维持下去 也最后只能屈辱 呃签了字 所以在签约的那天啊 汪精卫啊 他望着这个紫金山方向发呆 呃突然间忍不住两行青泪 从木框中沿着双峡一滴一滴的 这个往下直流 突然他用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 用力的拔 用力的拉 这个俯下头 鼻子里不断的发出恨恨之声 内地是染满了整个面部啊 他的这个悲伤仅次于这个垂胸顿足 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 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 但是说实话 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 主要还是这个美军和国民党 这个在正面战场上重创日军的功劳 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这一派的要求 做出一些仗让步 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 假如日本胜利了 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 而不是日本人统治 但那个时候等待中国的 又将是一个怎么样的条约呢 所以大家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 朝鲜被日本侵略 是吧 占领 最后搞了一个什么中朝 日朝合并条约 就是可能就是 这个之前成功摸那个设想 日本胜利以后未来的结局 那么至于这个汪金卫手下有个恶民昭著的76号 也倒值得一说 这个双方赞尔巴锦的这个谍战呢 还是重庆一方呢 更狠一点 杀了汪不少特工 死者中呢 有不少是重庆转投蓝金的 就连这个河内负责赤汪行动的这个 呃 这个当时都投了汪 很有点清理门户的样子 军统一度将目标 呃定为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重庆呢 呃军统 重庆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了 这个丁墨春本人 呃 闹出了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 郑平郑平如刺丁墨春案 而这个丁墨春李世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的 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反汪人士 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有碰 例如蒋博成这个特务小头目 就在76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非但没被76号处理掉 最后蒋被日本宪兵 这个这个逮捕 还是周福海救出来的 所以这个周福海本人呢 呃 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 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 76号的恐怖呢 也是名不虚传 其手段极其残忍 毫无人性 所以当时在上海啊 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 报纸上充斥着官呃 这里面有很多人死的 恐怕非常冤枉 例如什么仇人举报啊 添油加醋啊 立马就成了76号的目标 使得莫名其妙 所以当时的汪精卫政府啊 虽然也有极少数人是 存这个和平救国之心 不计个人名利为汪精卫卖命的 但是多数人不过是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 对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 每天还忙着相互侵诈 这也不是中国 这这也不过就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76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 也不足为奇 所以在这个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写到双方谍战的时候呢 大义虽然是下面的人拼得你死我活 重庆与南京的上层 却有某种默契 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 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 但是你说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崇敬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 于是就把曾仲明乱枪打死 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 几次显死于军统手上 双方无数特工更是蝉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 让人不仅感慨乱世人命 鉴于狗 所以这个76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当中的一个污点 那么说到替汪精卫卖命 陈公博倒算得上是个奇人 汪精卫跟周福海理念是相近的 两人同进同退不足为奇 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 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 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 国际统一 他根本就不赞成汪精卫脱党 甚至于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 尽管观点不同 但陈公博也确实惊仰汪的为人 甚至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 所以呢 他也不愿意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 当时汪手下人才齐缺 这个高中武啊 这个陶胜熙相继叛变 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 也不愿意被汉奸的骂名去帮他 陈公博见到这个情景呢 出手相助 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1944年病死于北京 临死前人念导着要回国 终究未能如愿 随着这个美军参战呢 日本也是秋后了蚂蚱 蹦不了几天 周福海就跟重庆方面啊 暗通声色 准备指挥伪军全面翻功 在四五年初 周福海就通过蒋博城给蒋介石带信 说五年以来 指临身这个吕伯 无日不疏仙 疏烟如倒 繁凤君欲 说这个日寇啊 以除穷途 反攻转顺开始 指畜生虎穴 一切彻印 反攻之工作 万绪牵头 此恐准备不及 急则泄露堪余 只以戴罪之身 势必效命前驱 以最后胜利之来临 甘愿受军作之严惩 辅跃所加 实且鸣目 所以蒋介石读了最后这几句啊 三人内向 到这个时候啊 只要周福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 汪 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 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 就在周福海雄心勃勃 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美国突然丢了两个原子弹 日本直接就投降了 这一炸就让汪一派的人呢 永世都不能翻身了 说这个日后处理这个伪政权的一干人等 就是该杀杀该关关 这个汪政权内的一干要人早知就有今天 走的呢也颇为从容 当时这个任行政院院长秘书的这个陈春朴 被判死刑以后见到金雄白 还说你放心 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 反倒是这个丁墨春双手斩满鲜血 被枪爵士反吓得脸色苍白 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讲不出来 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这个周福海 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 最终还是作罢 判了死刑 后来这个周的夫人找了蒋求情 蒋又允诺说 这几年对东南沦陷地带 还是亏了福海 我是明白的 起来安心回去吧 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 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不过周福海他命也不长 最后还是死在了这个大牢之中 汪精卫的一生呢 追随国父孙中山 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 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何盈青呢 就要求这个工工兵部在蒋介石环都前 将这个汪木拆除 无赖这个墓穴建筑质量太过硬 工程紧迫 最后直接上了炸药 打开这个棺材呢 直见汪精卫的尸体上盖了一幅青天白日旗 衣兜里呢 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魂熙归来 落款的是陈碧君 一代汉奸落了个死务葬身的下场 实在是凄凉 而局势还是不幸运了汪的预测 日后蒋介石也没能跟孙中山合葬在一起 可以说是整个故事当中啊 最大的一个悲剧了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确实找不出几个争议比他更大的人 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商 不可能实行这个卖国之事 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 最终现误入歧途 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 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式 有人看中他送了一部分国 有人看中他送国时呢 也是尽最大努力 牵制了日本 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 另为交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 汪无疑是历史罪人 在那些相信CCP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 汪更是罪恶滔天 所以无论汪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至少应该确信一点 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 那个脸谱化的汉奸 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 这个汉奸形象 无不是尖嘴猴身 是吧 无恶不作 贪生怕死 利欲熏心 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 让人一看便知道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假如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 你把他交出去 你就是个汉奸 可是你不交出去 或许全家人跟着一起陪葬 假设日本人陪你去做翻译 你不做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一个残弱的国家 沦陷于他人之手 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 却还要为民主大 以国家尊严这类东西殉道 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 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人们不做汉奸 便死在日本人手上 做了汉奸 却又死在中国人手上 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 是因为汉奸太多 俨然是要一群 连活路都没有的人 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 所以在这些汉奸当中 汪金伟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 他抛弃一切 跑去做了一个别人 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外国贼 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 可是在那个年代 汪金伟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 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 却无功而不得反 他主持伪政权 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 可用处到底也有限 他最担心中国陷入CCP之手 最终还是无论为例 整个中国 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少 甚至于可以说 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 打雷会酱油 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 连我们的命运都记在别人的手中 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 进攻重庆的汪金伟 躲在山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 运筹帷幄涡浴血奋战的毛太主 日本可能终归也是要投降的 汪金伟倒是怀着一片好心 想做这些事 可是除了悲伤一声骂名 可以说是真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我们也不排除汉奸当中也有大奸大恶之徒 但对很多人来说 当汉奸恐怕也只是个无奈的选择 就像社会无法保障人们生存时 很多人去做小偷 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块面包 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 但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 如果你把教科书丢一边 重新来看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 对某些人某些事做评价 首先因为首先就连这些事情的真实的面貌 你都不知道 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 他被禁播了 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所以中国有那么一群头脑简单的人 他们看到小偷啊都还绕着走 是吧 在强大的这个国家机器面前 就只能留下他们屈辱的眼泪 遇到吹牛逼不上岁的场所呢 拍子胸脯 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 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 抗日可能就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 鬼子总是那么蠢 被几岁的孩子耍得团团转 手里拿着枪也不会用 排子队向山上蠕动 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头活活砸死 这类人的存在就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 抛开汪的问题不谈 我倒觉得那个时候的一些人和一些事 跟今天的情况是惊人的相似 言外国则必成战的人 夜郎自大的人 舞着道德大棍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 如今比比皆是 这些人口称爱国 行的却尽是祸国之事 而那些接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 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 让人渐渐的开始分不清 到底是谁奸谁中了 好那么关于这个汪金卫的这一段呢 我们今天就 我就今天就收了个尾 咱们就讲到这里 昨天啊 讲完以后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群友 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思考 发出了很多的思考和很多的这个讨论 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比较意外 因为之前两年前我在别的群里面讲 反响没有这么大 特别这个这个 我昨天在晚上啊 就是讲完以后 大概已经十点多了 把孩子 把孩子这个这个料理料理 躺床上大概十一点多 然后在床上呢 又看着这个群里面的这些群友的热情的留言 我就参与了一些讨论 回了一些 然后后面还有大概十二点 十一点半左右 我就休息了 之后呢 还有一些群友发发了一些很好的内容啊 我今天呢 也做一个回应 呃 特别是这个北风 呃 那个那个 微信号啊 微信号叫北北北国的先生 呃 发了很长一段三个问题 呃 我我一一的来回应一下 就是他说第一个问题就是 呃 这些史料 是吧 从从而找的 我对这些史料的这些可可信度或者把握度有多大 呃 而且包括那些协定时间节点呃 这些一系列的事件呃 都是有了定案的 有了定论的 就是哪怕是在天朝 对吧 这些资料也都是可以随处可以查到的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呃 呃 研究啊 这个在下不敢妄言研究 呃 只能说是好奇 呃 为什么去 我我用我个人的话说啊 不叫研究 叫关注 为什么会关注此类的问题 第一个 呃 这个跟我的个人职业有关系 呃 因为我本来就是 教授这一块内容的一个高校的教师 呃 第二个呢 呃 就是我很好奇 就是我觉得啊 一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你 你最起码要保持一点就是什么呢 你要好奇 呃 这个好奇是从哪里来呢 我记得这个最早的时候 咱们学校 就是我自己所在的学校 有一个青年才俊 32岁就破格 屏上了教授 然后呢 也上央视做过一系列的讲座 呃 当时他把央视一个讲座呢 也在学校里面做了 就是讲的是大汉奸夫妻的不归录 就是讲汪精卫和陈碧君 然后呢 我听完以后呢 当时我的内心呢 是非常纠结 纠结在哪呢 就是说 他把汪精卫的前半生介绍的比较多 就是一个 是吧 一个抛头颅 撒热血 死身取义 是吧 命且不顾的这么一个 呃 爱国救民的这么一个青年 最后一下子就变成了 后来举国这个讨伐 是吧 这么一个大汉奸 然后卖国求荣 中间这个地方 他缺少一个很重要的逻辑环节 就是说 这么一个人从怎么 为什么会从这样一个人变成这样一个人 所以当时我听完以后呢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从他这里得到答案 然后呢 我就去去找去看相关的一些东西 呃 因为我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在呃 我在这里再稍微多啰嗦两句啊 我谈一点个人观点 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这个历史 呃 我因为我我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的 但是我对历史是比较感兴趣 尤其是近现代史 那么这个历史的东西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过去发生的事 除非我们是亲眼见证 亲耳所听 亲身经历 我们可以说这段历史啊 巴拉巴拉巴拉是怎么样 是吧 当事人口述 这个是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 它是不可能把历史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完完全全 是吧 没有遗漏的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中间就需要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叫逻辑 这也是这个历史研究工作当中啊 一个非常重要基本的方法 就是逻辑 就就正如咱们说那个司马迁 司马迁的史记 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后世的一致的推崇 就是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他的逻辑性非常 呃 非常好 呃 我举我举一个小例子啊 那帮助大家来理解 你比如说司马迁写这个呃 向羽描写这个向羽和刘邦的时候 他是这么描述 他说这个秦始皇建立统一这个六国 是吧 出去寻寻寻这个寻室的时候 呃 说这个向羽啊 在人群当中围观 那么向羽他就描写 向羽写了呃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武将取而代之 那么向羽到底当时有没有说这句话 这个不可考 对不对 这个肯定是不可考了 司马迁也没有见证呃 站在向羽边上听见向羽说过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完全是凭借历史的逻辑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 但是后人为什么认可呢 因为大家一看哦 这个呃 楚霸王以他的性格特征呃 说出这么一句话 是符合他的这个历史特性 历史特征的呃 是具有说服力的 所以呢 我们就认可哦 向羽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也不足为奇 也靠谱 那么当时这个刘邦呢 呃 说说这个秦始皇徐徐徐游行到这个啊 就是全国巡视嘛 到了这个这个这个刘邦这里退宪的时候 说刘邦也围观 刘邦围观的时候 说像这个芝麻谦也说 刘邦也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大丈夫当如是也 好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 刘邦到底有没有说这句话呢 也不可考 对不对 这个也不可考 那么呃 但是我们在一回顾这个刘邦的性格特征 呃 他作为一个配线小力 呃 看着这么大的排场 呃 以他的性格特征说出这一番话呢 也是符合他的人物特征的 所以我们大家也认可 哦 这句话从刘邦的口中说出来 也是比较靠谱的 呃 所以说你看 这个如果把这两个人的话换一下 那显然 这个东西就不符合这个历史的逻辑 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些历史学家 我们经常讲客观客观 所谓的客观 其实也就是 有个很重要的就是逻辑性问题 呃 所以说呢 这个中间呢 我我就个人个人一点观点啊 就是说我我很多时候我看这个 我看历史啊 呃 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 因为我比较感兴趣 哪怕中国古代史 我现在就是一种跳出呃 国籍 跳出这个 这个这个宗教 跳出这个呃 这个肤色啊 什么信仰啊 是吧 国籍啊 呃 这个这个 呃 种族啊 我就是跳出这些界限 我是站在一个世界的 是吧 一个一个呃 第三视角或者说是呃 中立视角来看这个历史 呃 所以有时候得出来的一些观点呢 可能跟传统的这种教科书式的观点是非常大的不一样 那么这种观点呢 注定也是在咱们现在的天朝内是没有市场的 所以说呢 我我就是吧 比不上我之前说那个青年财剧影是吧 早早的评上教授 我就达不到那个水平 好 那么再回答一下这个北国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民国最后怎么还是落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啊 这个原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包括这个中间我们讲完以后大家都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啊 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啊 就咱们讲杰出人物也好 伟大人物也好 呃 他们智力超群是吧 这个见识过人 呃 他们对于国家民族是吧 未来的这种走向 他们有他们一个应该说已经超出常人的判断 但是绝对历史很多时候也不会按照他们的这种设想一把一言的走下去 呃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历史的偶然和必然 那么这个中间为什么说这个北国先生提到这个为什么会还是会这样 到底什么原因 原因真的有非常多 我想 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我就我就谈一点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呃 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 国民性 呃 当然这个关于这个有又又有很多群友会说 那这个制度这个国民性是制度造成的呃 又有人会说这个制度呢 又造反过来造就了这种呃呃 国民性又反过来促进了这种制度 这个我们暂时放在这里不讨论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那个乌合之众里面说到的一样的 这个社会呢 是95%的群盲 对吧 然后呢 有百分之 其中呢 这个5%的人可以引领啊 说我记得曾经网上也有这么一个观点 说这个社会啊 90%是盲流 然后呢 有5%的人呢 是杰苏的啊 正面的积极的人物 还有5%呢 是那种啊 这个龌龊的下注的 是吧 这种代表 那么这9% 90%的人看被这5%的人引领到哪个历史方向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中国每到重大抉择的时候 就是昨天在群里面跟群友讨论的 中国每到重大的历史抉择的时候 这90%的群盲都被那5%的 对吧 我就不展开说 我就不说了 你们懂的 引到了另外一个历史轨迹上 为什么这5%的人屡次都能成功呢 因为这5%的人是深谙这90%人的 90%的人的这个虐根性 他们永远知道这90%人最看重的就是什么呢 即时的 眼前的 现实的 马上的利益 而且用这现实的 是吧 阴头小利益 即时的利益 来 来这个这个 呃 引领他们 来这个勾引他们 让他们呢 迅速的跟随着他们 走向他们所设想的 呃 所所期望的那条 那个方向 呃 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原因 呃 也非常感谢 那个张学先生 后来写了一大段 搞得我非常汗颜 这个像是张学先生 写了一篇 这个 呃 学习报告一样 是吧 里面呢 也写的非常的 呃 观点非常的清晰 然后呢 总结的也非常到位 呃 呃 非常 我我我应该来说啊 非常荣幸 呃 结识了 呃 像张学先生这样的一大批 咱们群里面这样的群友 呃 咱们的三观应该来说 还是比较接近的 呃 我们是可以 这个这个求同存异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交流出很多 思想的火花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呃 我前一两年 在这个其他群里面 做过很多讲座 呃 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 可能没有传播到这边来 嗯 然后我跟张学先生 两年前就认识了 我觉得跟他打引号啊 臭味相投 呃 所以我就混迹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民运圈啊 所谓的民运圈 呃 混迹了很久 但是最后 就是大浪逃杀 真正结交下来的人 也不过是几个 呃 张学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他一直呢 就是呃 保持着 呃 联系 然后呢 一直也有一些 会有一些思想的交流 呃 非常感谢他 我还是非常感谢他 这个 这个把我拉到这个群里面来了 因为这个群呢 我知道大部分是这个美籍华人 然后是基督教徒 然后你像我 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又不是这个这个呃 美籍华人 所以这个群里面有很多讨论的这个呃 观点呢 我也没有插话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了解呃 我就学习吧 有空的时候我呢 我就学习 然后主要是看看 所以很少在这个群里面发言 也请大家这个见谅 好 今天这个咱们这个讲座就就到此为止 我也算是满感呃 这个紧感慢感的 有始有终的呃 一鼓作气的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很有争议的这个汪金卫了 把它给在咱们这个群里面呢 给给讲完了 呃 未来下一步呢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思考 呃 其他的一些这个讲座 呃 我之前也跟张群先生沟通过交流过 呃 可能都是关于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啊 人物和话题 呃 因为你 他可能觉得我站在一个历史观比较 比较奇葩吧 他可能觉得 这样一个很奇葩的历史观再来 展现这样的一个曾经的历史的景象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呃 所以呢 他就 邀请我呢 来做这些东西 呃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呃 下次再见 好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